吉祥如意,各位人们 八字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对它有所了解 那么随强随弱,深强深弱,这些都很重要的 昨天我就听到一位女的老师 女的老师,她就给出她的建议 她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财心啊 有没有根啊 根的意思就是底下还有 上有下有,这是根 上有下有,我们这种叫根 这种,大家一定要懂的 上有下有,叫根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偏才上有下有 看到吗?上有下有是这样 这个就叫直根 这种根比较强 这种根就比较强 到底是上面强呢? 还是下面强? 其实都强 应有下,应有下而强,应有透而强 那么再加上它是本器,所以呢,它强的这个力量更大 那么这种呢,这种呢,这种叫斜根,斜的根 这种斜根呢,就它的强没有它强 因为它是上下 上下还有分三组,上面有偏才 下面第一个是偏才,就叫这个是很强的 那么第二个呢,是中强 第三个叫鱼强 第三个就叫鱼强 叫鱼强 各位人们,所以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那么如果说这样子 这个和这个呢 这个就叫做鱼强 这个叫中强 这个叫中强 它是斜的 它是斜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偏才在这边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偏才 这个是斜 都是叫斜 上下的力量是比较大 就是影响力比较大 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大家要懂的 一个人的八字 其实不难懂 难懂的地方是 你想懂太多 你想懂太多了 你没有按部就班 我总是这么说 蛋糕嘛 是不是 我们没有看到蛋 我们只看到高 明白那个意思了吗 蛋是它的付出 蛋付出了 但是却没看到 只看到那个高 没有看到那个蛋 所以啊 各位人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啊 你听那么多也没用啊 你一定要有一个八字的盘 你没有八字的盘的话 那嗯 没有作用 还有一点很重要 各位人们 你在看重播 你在看直播 都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看重播的 你一定要点关注 然后 我喜欢独乐乐 我喜欢重乐乐 就是我把我的 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 用你们的发财销售呢 帮我再分享 对我来说是一种报恩 嗯 那你光学我的东西 光听我的东西 也不帮我分享 嗯 那也不太好 知恩图报嘛 那我图报的方式 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我们不说 我从来不说大恩不言谢 你就是要谢 你就是要谢 什么叫大恩不言谢 对不对 谢一下 又不是要我的命 也不是要他的财 好 就谢一下 而用谢的表示就是 帮我们分享吧 分享就是 最好的感恩 对不对 说多都没什么用 是吗 好 来 那么大家记住了 你们要这样子做 嗯 嗯 好 首先啊 有了这个之后呢 就扫一扫 好 扫一扫之后 我还是一样的教法 那你是 这里啊 一定要记住 嗯 你是几年出生的 这里 看到吗 嗯 等一下啊 来 名字不用填 你只填男女就行了 名字不用填 填男女就行了 填男还是女就可以 啊 名字不用填 那你是女的 填女的 男的就按一个 男的啊 男的就这样 按一下就好了 嗯 那么你是 这里 英文的出生日期 你按这个啊 我比较清楚 我的华人出生日期 我就按这个 当然 大多数人都是英文的 比较 比较 比较熟啊 比较熟英文的 好 那你是几年出生 你是几年 几年出生 你按这里 他给你选 你是几年 你自己选 好 这里随便你选 2008 就2008 那你英文是几月呢 9月你就写9月吧 好 那你是几号 啊 是几号 好 这一选 13号 13号 这里呢 是几点 嗯 这里几点 八点 八点几分 有没有分 没有分就没办法 有分是最好的 那么有一些人就说 哎 那我这一张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你刚才那一张呢 哎 这张是一个普及版 啊 这是一个普及版 它不是一个专业版 嗯 就这样子 好了 从过去到现在 三四十年 我开风水命理中心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的严格和严肃 还有 有些时候会有一点幽默 但不可以每次 每次幽默的话 默死我了 是不是 就默死我了 嗯 那么 我们有 有看到一些 一些 呃 贵人 嗯 我们有看到一些贵人 我们今天跟 你们大家 呃 谈一下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过 我就跟大家说过 喜欢学八字的话 我们要耐心一点 我们要耐心一点学 啊 喜欢学八字的人 要耐心一点学 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他问的是财啊 嗯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问的是 对对对 他问的是财 嗯 好 他问的是 财和事业 很 很 很磨 很磨 啊 很磨 贵人们 非常的磨 嗯 模糊 很模糊 嗯 这位贵人 01010什么东东 0120 呃 0120 0120啊 他问的很模糊 嗯 就是事业 他可能是干黑社会的 啊 是吧 他可能是做黑社会的 不想跟你家讲啊 是不是 这个啊 是 好 来 我们先说一说 呃 大家可以自己 好好的看一下啊 我们从这边呢 就可以学到了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嗯 因为他问财嘛 问财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财心 他的财运 他的财心 他的财呢 呃 大家都能看到 他的正财 看到吗 他这个正财 他这个正财 还有这里 啊 看到吗 他正财 还有这里 嗯 好 首先这个人偏弱 这个人的八字是属于是偏弱 他是属于是剑路格 剑路格 呃 为什么是剑路格呢 因为他是甲木 甲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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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于 嗯 申于 这个银月 银月就是正月啊 所以呢 他是属于是剑路格 他是属于是剑路格 好 所以他是属于是剑路格 他问的是 他问的是事业 嗯 他问的是事业 还有财运 嗯 还有财运 嗯 好 这个啊 大家记住了 财 只要透出 透出 如果财透出而无根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飘渺的 很飘浮的 很飘浮的 就是你上面有正财 你下面要有 但是你看到 他 他这个离得比较远 啊 离得比较远 所以他的财啊 嗯 对他来说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这种八字哦 嗯 很多人说这种八字 应该是属于是强的八字 应该属于强的八字 嗯 不可能属于是 身弱的 他不属于身弱 他属于偏强 他属于偏强 不属于是身弱 偏强 不属于是身弱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种八字就是强 他一看到贾木 啊 身在银月 他一句话 概括 就是他的八字是强的 不用说了 嗯 很强 那怎么样说 他的八字是偏弱 剑路格偏弱 怎么看他是偏弱 那你就要知道了 甲挤和画图 嗯 他没有把甲挤和画图 给看进去 这一点 他如果把甲挤和画图 给了解 透彻了之后 他就会懂 哎 他就会懂 他也就会知道了 所以这种 一定 每个人 就说他是强的八字 嗯 这个一旦论强 他就死了 一旦论强 就死了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八字是强的话 他现在 至少都是亿万富翁了 他至少都是亿万富翁了 啊 生强 然后呢 遍地是财心 财没有分正财好偏财好 不可以说正财好还是偏财好 你看他的八字里面有一个财 这个是年啊 年啊 年有一个财 月呢偏财 时呢 日呢偏财 时呢偏财 看到吗 然后他跟财的关系是 甲挤 甲挤和画的 他跟财的 是甲挤和画偏财 看到了吗 各位人们 这种八字 它是属于偏弱 贱入格 偏弱的贱入格 不可以以强 身强来论知 不可以 事业呢 是蛮稳定的 事业是蛮稳定 这种八字 一旦遭遇到 如果说你是 说他是身强的话 他一旦遭遇到 财心的话 就应该是发达的 但是 如果财心来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的 他45到54岁 他的财心就透出来了 大家看到吗 看到吗 就是 45到54 就是在这里 看到吗 这里 这里是己有 一看到己有就知道 上为正财 下为正官 这里 上为正财 下为正官 那么 他如果八字强的话 他现在就 一万富翁 他现在就成为 一万富翁了 钱财就 就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是偏弱 他是偏弱 偏弱的话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在明年 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 特别在明年 意味着 特别在明年 你的事业 就要特别 特别的注意 你的事业 遇到了什么呢 遇到了 劫财 劫财来耗你的身体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需要的是 硬心来辅助你 你需要的是硬心 硬心来辅助你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如果遇到了 你如果 遇到了这个 这个水 木河水的话呢 我觉得会比较好 你如果遇到了木河水 那什么叫木河水呢 笔尖就是木河水 笔尖就是木河水 笔尖就是木 硬心就是水 因为你偏弱 你不是偏强 所以在2022年到2025年 你的事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你的事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也在2026年 2025年 2026年 你的事业也就会面临一个大转动 一个大波动 一个大转动 到了55岁到64岁的时候 55岁是什么时候呢 2027年 55岁是在这里 你就会走 这个我们叫做 我看不到 我们叫做物生 我们叫物生 那么物上面呢 肯定就是偏财 物生 生我们叫做七萨 做就是偏财 做七萨 做偏硬 也做什么 也做偏财 也就是偏财通透 财心通透 财心通透 对你来说财多深弱 你自己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55岁到64岁 也就是2027年到2036年 这段时候 财心涌在你的八字里面 涌化 就是全部投入在你的八字里面 那么使得你的偏弱的这个八字呢 很受很受这个压力 我们说财多深指弱 你已经是偏弱了 你还遇到了那么多的财心 来攻击你 来攻击你 那么如果你有玩股票这些的话呢 自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而且在55到64岁的时候 也就是2027年到2036年的时候 你遇到了物生 来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物生 这个叫物生 物为土 生为猴 甲为木 银为虎 你看 这个时候他就遇到了 天克地冲 天克地冲 那么这个天克地冲可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这个物生这个地方 藏了一个萨心 因为他是偏弱 还藏萨心 所以他的健康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健康就要特别的注意 注意在哪方面呢 注意在他的排便大肠 注意在他的排便和大肠 好 那么可能 可能这个八字 可能这个八字要问一下 他的财运 有些人不管死活的 他就是我要财运 我要money 我们能看到的是 2025年你的财运会比较不错 财运比较不错 记住 发财不代表我们没有事 你的财运会比较不错 好好的珍惜你的财运 好好的珍惜你的财运 其实你最好的时候是在2022年到2025年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2022年是疫情 是疫情 我不知道可能他是卖口罩的 所以疫情会比较好 对吧 我不知道 但是2022年到2025年的的确确是你比较好的时候 但是也是你的事业要开始面临瓶颈的时候 那要特别注意 好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问题问的问的有一点模糊 他问的是 感谢师父指点 我想问健康财运和家庭 你问的很模糊 很模糊 难得抽到你了 但是你问的那么模糊 好吧 那模糊有模糊的解法 来 模糊有模糊的一个解释 模糊有模糊的解释 好 这个是11月7号 农历是9月28 9月28 好 这个是丙火 大家可以看到吗 丙火 这个命格叫丙火生在9月份 生在虚月 生在虚月 丙火生在虚月 这个丙火生在虚月 这个虚月 虚月 大家可以看到虚月属土 所以呢 它是属于十神格 十神格 嗯 十神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 我先消化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三观 看到吗 它的三观 因为它这个八字 属于偏弱的八字 它不属弱 不属生弱 属偏 偏弱 偏弱 十神格是属于偏弱格 那么它要问的是 它的健康 它要问的是 它的健康 你看它的八字 大家看到了吗 它的八字 没有七萨星 没有七萨星 小病有了 小病是有的 大病呢 却是没什么的 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肝 你的睡眠 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肝 你的睡眠 要特别的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有 有虚相害 你看 这个有 和这个虚 是相害的 有和虚 这两个不可以在一起 那么有虚相害 甲己和化土 食神 这个是食神 甲己和化 食神土 所以你这个八字 火生土 是专 就是付出者 你看 火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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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有那么多的火 你哪里有那么多的力 所以你这个八字 小心的就是 劳累 不是病 不是病 而是 劳累 心累 神累 气累 你要注意 要注意这方面 心累 神累 气累 所以各位人们 要学一学 要学一下 所以你 你这个八字 所以呢 你这个八字呢 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个 有和虚 所以有虚是相害的 有虚是相害 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 你的劳累 你的精神的劳累 你没有什么 什么病 只是 你的劳累 可能就会带给你 很多病痛 因为这两个 还有这个 这个地方 你这种八字就是 烦 你就吃不下饭了 就跟自己的肚子 过于不去了 这一点你要注意 这一点你要注意 那么 还要注意你的 这个不能胖在肚子 不能胖在肚子 还要注意你的 那个 我们叫做 大阿 就是 它们叫 你要注意这方面而已 那么 财运 你的八字偏弱 而财心又满地 看到吗 财心满地 正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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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四个正财 你的八字里面 有很多的财心 但财心不透出 是好的 财心隐藏起来 是好的 但是这些财心隐藏起来 是代表着 你从小到大 你不会说 穷到没饭吃的 不会 包括到你 以后老了 死了 你还是有一点点 小钱的 还是有一点小钱 这一点 你不用担心 家庭方面呢 儿子女儿 你都要有 特别是儿子 儿子女儿 你都要有 特别是儿子 如果有儿子的话呢 将来会帮你养老 会帮你养老 你的命财三两七 特别少 三两七 真的很少 很少 很少 所以可以补的话 是最好的 建议你呢 把你的西北方 不是 等一下 建议你呢 把你的西北方 西北方 西北方 North West North West 启动一下 对你的运势比较好 不要一直用黑色 黑色 对你的八字的 帮助不大 你的命格 有金 有土 有木 有火 也就是说 有土 有金 有木 有火 但是你就偏偏缺水 那好吗 好啊 缺水好 你不需要水来辅助你 因为你这个火 已经付出那么多 如果水来辅持你的话 就比较麻烦 所以呢 你需要的就是火 你需要的就是火 需要的就是火 火来帮助你 你需要的是火来帮助你 所以我建议呢 你可以 找那个红色的东西来帮你 红色的东西 它能帮得到你 红色的能帮得到你 记住 红色 红色 别忘了 红色 红色是能够帮助到你的 2024年的你 2024年的你呢 财心不多 但是烦恼挺多 2024年财心不多 烦恼挺多 但是呢 问题还是到最终 还是会解决的 你放心 问题到最后 还是会解决的 还是会解决的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另外 还要注意一下 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 2024年的你 最好呢 能够启动一下 你自己的 不是 就是能够呢 把你的东南方 整理一下 能够把你东南方 整理一下 对你的运势 一定会有帮助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 说到这里了 记住了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知道 好吧 嗯 你必中心 可以判断